我叫张宇强 然后我今年是22岁 我今年是第一次 第一次参加 我是那个国中之前比较常参加 但是因为后来上高中课业的压力 然后之后就比较少参加 因为我之前是在其他地方求学 然后我是刚毕业 对然后就想说回来参加比赛 对还是很喜欢下围棋比赛的感觉 女子最强镇里面也有 我很久之前有遇过的对手 然后因为他们很多深的职业 然后觉得如果能够再次的跟他们下到期的话 觉得这样感觉会很好 像是那个白欣慧老师 还有杨智贤老师 还有鲁玉豪老师 我都在很久之前的业余赛中有遇到 可以遇到很厉害的职业骑手 然后就平常心 然后去跟高手下棋 然后虚心就是求教 嗯 嗯 嗯 那没想着